说起全红蝉 在我们国内可谓是无人不小的一名天才跳水界的世界冠军 一个用实力征服了全世界 更用实力打脸了那些曾经不被看好的人 谁能想到这是一位来自广东湛江农村下面的小女孩 创造了如今跳水界的神话 2021年 刚满14岁的全红蝉被当时的教练和威仪 拉去参加东京奥运会 这也是她第一次站在营幕前的国际比赛 教练只是想让14岁的她去见一下世面而已 可谁知实力不允许全红蝉低调 以最高的成绩拿下奥运会的冠军 丽娅当时的冠军热门选手陈玉希和张佳琪一战成名 成为我们国内最年轻的跳水奥运冠军 全红蝉的207C震惊了世界 标准完美的动作更是被载入教科书 就连我们的跳水皇后郭晶晶 对全红蝉的表现都是赞叹不语 称赞全红蝉是她年轻时候的升级版 郭晶晶也是多次公开表示 自己跳水已20年了 也从来没有跳过这么多的满分 我是很羡慕全红蝉的三跳满分 在全红蝉的比赛现场 我们经常能看到郭晶晶的身影 每次全红蝉得奖后 大家看到的是 郭晶晶可爱的像个孩子一样开心 这真是一枚妥妥的迷媚的感觉 在国内 由于猛将陈玉希的实力 总是能力压全红蝉 每次的国内比赛 只要两人同时PK的时候 全红蝉几乎只能拿了个第二名 周杰宏在采访中 也是直接指出全红蝉的短板 直言他去跳跳板 是跳不来的 红蝉也是顶着压力 最后在接下来每一次的比赛上 一次又一次的拿下金牌 去证明自己的实力 用实力打脸 那些不被看好他的人 有些博主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总喜欢为了抬高一个人 而选择去贬低一个人 这位博主在社交上是这么说的 要是没有陈玉希的退出 怎么可能会有全红蝉的世界冠军 陈玉希在世界敢说第二 没有人敢说世界第一 就连全红蝉自己都不敢说 当小编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 确实有点生气 我们不否认陈玉希和全红蝉 他们两个人 都是特别优秀的跳水运动员 就算不喜欢全红蝉 也没必要去贬低他 虽然两个人的实力都很强大 可不同的是 全红蝉的实力是全国人民支持的 陈玉希的实力 是你们这些所谓的专家支持着 我想 这也是在国内 为何两人的舆论分歧 如此之大了 今天的全红蝉 她征服的全世界 也让全世界见证了她的实力 很多网友也是纷纷表示 一定要保护好她 真是一国宝 希望她接下来 在以后的跳水界越走越远 不受外界的干扰